在这里我们调整一个 因为变焦板是有一个模式 叫超紧细模式 超紧 来 去哪里去哪里 左手 向左手 左手 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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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今天的语文还能够摇 高度的语文还很错 然后这里的语文还很错 刚刚是在附近四周 比较靠近建筑物的地方 练习空拍机 那也看到说空拍机起飞之前 要注意四周的环境 然后去往前去推 去拍摄 那么比较困难的点就是 降落的部分是更需要注意的 因为我们四周都是建筑物 大家好 我是文早外语大学的陈君怡 那之前我都没有用过空拍机 可是就是这次就学到蛮多的 就是空拍机如何使用 然后也知道用那空拍机可以 就是拍照也可以录影 然后可以拍全景那些 然后老师也教我们如何操作 就学到蛮多的 然后就是我觉得空拍机 使用起来还蛮有趣的 因为之前没有使用过 所以我觉得蛮新鲜的 谢谢 台湾网的各位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今晚报的赵瑜 这次我带领两位 台湾文早外语大学的大学生来实习 我们主要是来做天津的影像 尤其是天津美丽的滨海新区 和天津的五大大的风清区 我们会做一些航拍的 这样的影像作品 我带着两名实习生 小段和小陈 看了一下我们的滨海新区 我们尤其是去了这个 天津的东江港 国际邮网母港 刚好我们发现了这个 还有这个大型的船舶在那停留 我们又航拍了一下这个港口的情况 我们又去了海河的 入海口的附近的彩带公园 看了一下想龙湾中心商务区的 那边的城市风光 我们拍的还是不错的 因为天气非常好 也拍到了一些晚霞 那么我们这次呢 又来到了五大道地区 用无人机 用这种视角 高空的视角呢 又拍了一下五大道的明儿体育场 以及小白楼地区 学生们的感触就是 我们的这个景色非常漂亮 我们的建筑也非常有 有这种建筑风格 保留下来这么多的 各国的这种建筑风格呢 他们感觉心情也非常好 然后呢 又学到了一些 无人机航拍的一些知识 我会把我的这些 所学的这些知识 以及安全知识 技术要领 会清单相受 我也希望呢 能在他们的实习期的最后呢 呃呃呈现给大家 一个非常美丽的天经 一个美丽的影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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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